關於離婚第一件事情要問的是 因為不愛了而分開是這樣嗎 愛一個人可以有一萬個理由 不愛這個人 不愛就是理由 我跟我前夫是交往四個月 然後我們 我就懷孕了 所以我們是先有後婚 而且是滿巴蝶堂 妳讓他太輕易就越過雷池了 因為我太小 我年紀很小 就很憧憬一個新的家庭 對 所以他其實滿好追我 他就說 然後看到我 就這樣子 對 就想給我一個家 所以我真的沒有去懷疑過他任何事情 所以後來我四個月之後就有了寶寶 其實是我跟他 是嗎 戲劇話 後來…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 還有跟其他女生有一些曖昧 所以我就跟他分手 分手隔天我就是沒事做嘛 就去產檢就發現 誰沒事做 所以會去查檢 你會去查檢查 沒事做會去吃海濺 不會去產檢 沒事去逛夜市 你家丟喔 沒事做嘛 就去產檢 因為我就是那種驚奇不順 就是一年只會來 像不成那種季節性月經 對 本來就經期比較亂 就想說真的沒事做 那去檢查一下 就是吃一個那種排精藥 結果那個醫生檢查的時候 你懷孕這樣子 而且懷孕跟那個對方講 最痛恨男人問一件事 對 沒有…他沒有這樣說 妳怎麼好像被問過了 沒有被問過 小星妳怎麼衝出來 母羊座 忍住好不好 母羊座 沒有被問過 但是真的要是你知道 一個女生被男生這樣 會不會真的會很想揍人 對啊 要不然是誰的 就妳的啊 因為我們剛分手隔天 其實他還想挽回我 所以他就跟我說 這個孩子是給我們的一個禮物 然後給我個機會 就是當妳的好老公 然後當這孩子的好爸爸 所以我就想說 個性不合其實可以靠努力 兩個人可以磨合 那時候我還年輕 幻想耶 幻想 對 而且我都自己覺得 自己是觀世音菩薩 可以感化他很多事情 可是我後來就發現 不要這麼傻了 我已經如此的觀世音菩薩心情 太生氣了 他不會信這個啦 完全沒教訓 今天照理講是 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 一個非常故意 對啊 他們好快樂的感覺 沒有 因為他們都已經過了 對啊 都這麼久了 泡一句我常講的話 電視機上的觀眾朋友 也是一樣的心情 結了婚 什麼啦 有嗎 亂講… 台灣已經是全球 這個離婚率最高了 對啊 不要啦… 後來怎麼辦 努力不來 對 他就外遇了吧 後來我太認真顧小孩 他覺得我沒有辦法去陪伴他 我們就是因為他有外遇 我就隔天就跟他馬上離 可是最痛苦的就是 孩子還是生了啊 對啊 要離的時候他也就答應了嗎 我當初要離婚 其實很擔心 他要跟我搶小孩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經濟條件沒有那麼好 我很怕跟他打官司 我會打輸了 我要不到小孩 我覺得我會很崩潰 結果還好隔了一個月 他就說要離可以 可是我唯一的條件就是 他什麼都可以答應你 夭壽啊 我就覺得也是心酸耶 會有這麼狠心的人 對 然後也是因為他這一句話 我就說好 那就離 我一毛錢 善養費 我都不要拿 來…婉婉 因為不愛了而分開耶 我其實這樣講好了 因為我太年輕的時候認識我前夫 我大概大學比很小 大概23歲 所以因為他大我10歲 再次講一下 最近有這個新聞 對啊 太離譜囉 是詹惟宗 詹惟宗 而且一個 連個影子都沒有 對 沒有 這個是完全就是 你不知道天外飛來 不知道哪來的 不知道哪裡來的 而且你至少有個什麼 沒有 有個什麼 什麼照片或什麼 或者證據或者結婚照都沒有 對 一片新聞把一位記者惹毛 好啦 不是菜香雞來 對 不是啦 然後應該這樣講我覺得 因為剛剛LaLa提到 就是外遇導致他們離婚 我這樣講也許不對 可是這是我深刻的體認 我覺得一個沒有事業 沒有工作的男人 比一個外遇的男人更恐怖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家裡面都我在扛 其實以圖像的 就是處女座的女人來講是OK的 是沒關係 願意付出 然後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說 我越忙 我回家 比方說我可能放空 就剛剛有點好像死心有沒有 然後沒有表情 不行 她會很生氣 什麼 輕 妳在不爽 妳在不爽什麼 因為妳賺錢 妳覺得妳很不爽嗎 還是妳在不爽什麼 言語暴力 這個男的自卑感太重 對 我就覺得他的自卑感 後來已經導致我覺得 我生活非常非常痛苦 還為他扛債呢 然後後來我之所以決定就是說 不要再忍了 其實我那已經忍了十多年了 不忍是因為 因為孩子那時候大概六歲 對 可是我後來發現 他的那種自卑情緒 已經嚴重影響到孩子的成長 對… 因為有一次我覺得很可怕的是 他設了一個局 就是一早我就聽到孩子在哭 在樓上哭 然後我想說奇怪 那麼早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衝上去 他就說你教出來的孩子嘛 這麼早就會說謊 他說他把每天早上 因為小孩他規定小孩要吃維他命 他說上面 我跟你說我有放一個鬧鐘 鬧鐘沒有動 代表他盒子沒開嘛 所以孩子說謊 我女兒哭得更大聲 他說你冤枉我了 我吃了 但我就想說那這怎麼回事 然後那六歲的小孩 他說沒有 因為上次 我沒有把鐘放好 你罵我 很嚴厲罵我 所以我這次特別吃完 我還把那個地方拿之前 我把那個角度對好再放回去 你心痛不痛 在那個婚姻當中就是小孩子 家裡面什麼 其實都是我一個人在弄嘛 對啊 換燈泡什麼的 所以其實離了婚以後 我反而就是 我覺得輕鬆很多 是… 就等於少了一個小孩這樣子 大小孩 對 而且我很怕就是說 突然又出現一個騙子 然後騙 然後你知道嗎 那個在同一條船上面 一個人一直在那邊挖那個洞 然後船要沉了 你知道嗎 這樣會變成我也得憂鬱症了 反正自己一個人自足常樂 對 我自足常樂 簡單是福 對 他爸爸的生活 就是這樣子起伏高低嘛 這樣我會很擔心 結果父母就是希望小孩平安 我就希望他們像我這樣 所以我反而離了婚鬆了一口氣 跟著爸爸的生活像過山車 雲下飛車一樣 跟著媽媽的生活像咖啡杯 沒有 像… 沒有 就像水啦… 很平淡… 就是像一杯水一樣這樣子 對 所以我反而生活氣 文婉姐…真的開心的 沒有 其實我是一直也是很獨立 可是我覺得我離婚的剛開始 因為女兒才二三年級 所以其實她是很辛苦的 我覺得我反而比較捨不得她 因為有時候我半夜回家 我就看到她吃了 可能是沒有煮熟的水餃 她自己來 對 然後可是就是 可是我覺得她是開心的 因為我們同樣遭受到那種 精神的壓力跟壓迫 她有同感 她有同感 然後在那個婚姻裡面 後來我覺得說 原來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空氣 我不要講說自由 可是新鮮的空氣就好了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都是在工作 因為要扛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我後來揮單了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很開心 我現在可能一年 我可以跟姐妹 差不多就出國三次 開心了 到哪裡都好 自由的 自由了… 所以你就說 這個已經不是墳墓可以形容了 我無法形容 當然那也是我自己選擇的 來 沒關係 先關心一下國賓的部分 我看到妳做好多工作 新聞媒體來訪問妳 這就是對的 人生你慢慢去感受 這一段低潮的時候 對 把時間散 不用怕 還沒有成功 就是正在有成功的路上 對不對 我因為這句話 是 滿冷靜的啦 我反而是…簽完字之後 然後就是 沒有辦法入睡 會想女兒 會想… 就是你會覺得身邊少了一個 一個安全感 對… 一個… 一個重心在旁邊這樣 就好幾天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睡好 只好就是一直去找工作 因為那時候新聞出來 演藝圈的工作也是整個停擺 所以我就一直去找 有任何工作機會 可以賺錢的機會 我就都不放過 對 是不是金牛做男生 比較難走出上一段感情啊 其實金牛還好耶 真的嗎 對 金牛畢竟大家對他建築在一個 現實兩個字 但是代表金牛做愛歸愛 可是現實是很清楚的 什麼時候該暫停 該繼續往前走 這個部分跟生活是 停損點 對 是綁在一起的 實際的人 這個問題很重 但我想問一下國畢 我甚至不看著他問 好不好 前妻交往了一個新男朋友 你的接受度是如何 我會祝福他 這是第一個問題 你會祝福他 我會 對 第二個 我會祝福你 我會祝福 沒啦 我會祝福我的小孩 好幸福喔 小孩都很幸福 不是 如果真的哪一天他聽到 交了新男朋友 甚至他要結婚 真的好棒 其實那個很多就是記者 他們都會問我說 另外一半就是前妻怎麼樣… 我說其實我們牽制之後 我們交集之後在小孩子身上 很多就是私領域 我們都不會互相去跨越那條線 這條線其實不是我給的 是前妻給的 我會覺得說當然就是 就是保持在這個地方就好 其實他條件也不差 我相信應該會有很多不錯的對象 我會覺得說只希望 對小孩子好就好了 前一段回音可能也是 我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還年輕 對 可是我的個性是這樣子的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一個人去 像我有朋友 女生 她喜歡一個人去看電影 然後舞台劇 然後一個人 真的好佩服喔 對 然後一個人出去旅行 或者是一個人在家喝點小酒 我沒有辦法 我雖然喜歡喝個兩杯 可是我一個人在家 沒有辦法喝酒 我需要有一個伴 我喜歡有一個伴 對 我很渴望 對 因為我們女人 一定有很多的愛 然後小孩都長大 我不可能去參與他們的生活 繳獲他們的生活 我要有一個就是可以跟我 要擁有自己的生活 對 我自己生活 然後心靈上可以交流 然後可以依靠 好 凡事可以商量的 對 我喜歡 雖然我心裡有定見 可是我還是希望 有那麼一個人可以商量的 有時候不用考慮太多 反而是最好的考慮 真的 尤雙姐剛才講了對不對 沒錯 真的 我一樣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妳到底愛不愛她嘛 對 一婚生活見習翻 賀宇文 來… 歡迎宇文姐 天啊 我的媽 這個怎麼 結婚八年 離婚四個月 然後我跟你如此的親近 好新鮮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耶 好新鮮 而且我面對媒體的時候 其實是很後期了 其實去年一整年 當我帶給歡樂給你們的時候 我常常是一邊看 寫藝書的內容 其實寫離婚原因是諷刺的 因為大家的原因都不一樣 但是也都一樣 對啊 我們根本不想看妳這些 根本不是原因的原因好不好 俊沛19年 離一年 19年 19年耶 該說恭喜還是 不是這樣子啦 健康的度過 妳覺得離了是好嗎 剛開始很痛苦 然後過了半年之後到現在 我現在覺得 維銘哥這裡就不一樣 你們這個新鮮的 一年一個月四個月的 25年後你們大概就變成這樣 離婚古董哥 覺得離婚 覺得離婚最資深的之一 25年 只有他的離婚原因是真的 蜜月結束對方就變了 怎麼可能那麼快 變了的原因只有一個 愛一個人一萬個理由 不愛一個人 不愛就是理由 不愛 講得好 是因為不愛妳了 老實說我覺得是 你覺得是 可是為什麼才剛度蜜月 蜜月你表現不好嗎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度完蜜月就開始變 真的是 度完蜜月 我們回到家的那一刻就變了 我就一進門我就放學 然後讓他先進去 然後他就進去以後 一切都沒變 對 他就開始脫衣服是亂丟的 然後就往樓上走 然後我還投滴滴在那邊收東西 我說那你洗個澡什麼 等一下我們一起吃個飯這樣 他就直接告訴我說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對 包括後來就是我們小孩出生以後 我就認為出生的小孩誰不愛 而且媽媽應該要更愛吧 是 然後我們一樣嘛 大家都要上班 所以給爸爸媽媽媽帶小孩這樣 然後我們演藝圈 有的時候空啊 有的時候多的時間 我只要接小孩回家 他一下班看到小孩就 你又把他帶回來了 你覺得憲哥講得很對 真的就是那種愛跟不愛 當不愛了 一切都是不對 你會最清楚的 對 你會最清楚 你那心裡面的每個就是 我在這裡等你 你可以 我電話不通 打給你不接或什麼 這個就已經徵兆出來 很明顯 愛不愛非常明顯 就已經清楚了 非常明顯 愛一個人 我告訴你 三更半夜爬起來聲音都還是 喂 對不對 你在睡覺嗎 沒有… 沒有 時間跟乳溝一樣 擠一擠就有 為了你心愛的人 根本不用睡覺的 對 沒錯 有第三者就可怕了 Lala 結婚兩個人離婚十年了 我終於到自身主 對 她的故事我們聽了很多 妳覺得離婚是對的嗎 是對的 其實我跟彩提很像 因為我是結婚當下 就做好離婚的準備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愛玩的男生 可是我們都是為了小孩想說 給自己跟孩子一個機會 對 就是相信他會做一個好夫妻 說不定他會改 對 說不定他會穩下來 說不定對 他會定下來 然後當個好爸爸 可是這兩年來他就是 生活習慣很糟 對 然後後來是抓到離婚的證據 就是他外遇 外遇 對 然後他才願意跟我離婚 兩個不相愛的人 成就了兩個相愛的家庭 都有可能嗎 放過他了算 離婚十年 也就差不多 可是我大概跟他交往其實五年 所以其實我們長期的 大概十五年其實很折磨 可是現在我離婚十年了嘛 對 我分開十年 但是妳那個倒有一點 我覺得還可以 就真正因為 兩個人因為個性的角度或什麼 這一些 他當然還為前夫背了很多債 對啦 背休或幹嘛這些 但是至少沒有第三者對不對 對 可是我覺得也不能講 至少沒有第三者 對啊 這個就如同有人想說 嚇爆啊 他至少沒有打妳耶 可是對我來講精神暴力 其實比妳把我打一頓還更痛苦 對 對 就是比妳把我打一頓更痛苦 對方有沒有受傷 不是妳說了算對不對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十年後的今天 我其實反而回頭過來看 我覺得其實我對他也是 有做錯的地方 來…離婚之後怎麼辦 第一個 離婚的孩子的影響該如何處理 因為現場大家都有孩子 來 宇文 妳這個 孩子那麼小 我小孩子 其實我認為有一個運氣 其實反而是運氣好的地方 是小孩子如果很小 他根本不會去看新聞 看報紙跟看網路 所以其實當下 我們在這個事情沒有曝光的時候 我們其實前期做了很多課 上了很多課 真的啊 我真的就是很 我就是抱持著 然後那時候修家制法的時候 只有當離婚證人 還是他的心靈導師 真的啊 快簽吧 簽了放手 就是我前期做很多功課 因為我知道 對孩子的影響會是一輩子的 然後我上了之後 我就要求對方去上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很感謝他 是因為大家男生比較好面子 比較不喜歡 對 但最後他是凹不過我 他也去上 可是你知道我講就沒有用 如果有個專家去講就會有用 有中間人 他就會說怎麼樣對孩子好 你們要很友善 要有合作 他孩子更小 對 一歲九個月 所以他根本就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懂 可是我覺得我們很好 是雖然他是有發現 發生一些這個不好的案件 可是其實我們後來 因為我們還是秉持著一個原則 就是就算我們沒有感情 但是我們還是非常愛這個孩子 就分別是孩子的爸爸媽媽 對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是會三個人 每個禮拜至少一天 一定還是會一起出去 我們也是 我們會有家庭 所以我們的時間等於是我們 我現在變成跟他是有點像 朋友的關係 但是對小孩的愛完全是 都是很付出的 所以小孩現在完全不會有感覺說 好像比較少看到 哪裡不對勁 對 哪裡完全沒有 對 來 俊佩… 你小孩大了對不對 一個高中 一個小學五年級 所以都清楚 正在青春期的時候 可是小孩都懂事了 當初我老婆跟我說我們離婚吧 我聽到離婚那兩個字 說真的就像八點霹靂 像八點霹一樣 被雷打到 特寫…再特寫 直接就發明 我認了很久 因為她攝影師 對… 所以她發明的概念 沒錯… 噴過來 因為在我的字典裡 真的沒有離婚這兩個字 本來沒有 心中沒有這個預計 到現在還是走不過去 哪一點 因為我前妻就是對小孩的照顧 非常的細心 所以我們有一個協議就是說 主要照顧 對 然後我就是負責 是… 等於是你看小孩啦 就是 對 我偶爾去看看他們這樣 變成是這樣 我就一直有一個點走不過去 就是說 萬一以後我前妻認識一個男生 對 大家都會想這個 對 她如果結婚了住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我前妻出去上班 我小孩在家裡睡覺 被她叫起來處理 我就會幻想這些東西 對 後來我有把這個問題 跟我前妻說 她就說 她說 她們沒有那麼笨 是女兒啊 對 因為兩個是女兒 所以我會擔心 對 可是你知道再婚可以寫進那個 離婚協議書是 其實什麼都可以寫 如果你真的擔心 你可以說孩子的撫養權 如果是媽媽 但是如果媽媽再婚 就是要重新討論分配 是可以這樣寫 如何度過情傷 從家庭恢復 這不是簡單的情傷而已 這不只是簡單的情傷 你甚至會覺得你的人生是失敗 而且人生最大的污點 對 感覺會是這樣對不對 余溫 當然我們也吵過鬧過 一定有很低吵過 但因為最終我們是和平 談好的 其實我們簽資 然後我們手牽手去簽 然後她還保護我 因為我畢竟是公眾人物 那時候因為有疫情 大家都戴口罩 也很少人出現在護症 其實也算是幸運 所以就是大家都戴口罩戴帽子 然後她就保護我站在後面 該我我再走出去什麼 就很快辦完了 生活默契還是有 所以我們最終是有找到 一個平衡點 當我們確定要離婚的時候 我 那時候已經做了心理諮詳一段時間 我跟她說我最大的困難是 妳勢必一定會度過一個時候 是妳要一個人 24小時 可是以前妳八年都跟孩子 六年啦 用小孩六歲半 六年多妳都跟小孩子一起睡 那怎麼辦 其實我用的方法是先分床再分房 但我因為太怕黑 太怕孤單了 所以我就徵得她的同意 以前我會故意訓練我自己 一兩個禮拜去飯店住一天 因為妳長久以來不可能永遠在 還要訓練啊 我的媽 很可憐 不要啦 那妳怎麼… 妳住隔壁啊 妳幫我抓 我覺得 沒有 這因為妳是 妳是那時候就是 其實我是給我自己一個鼓勵 就是說我覺得我自己很努力 因為我想的事情就會想很遠 妳想說我們現在很和平對不對 就是妳會想到 她以後也有可能有她自己的生活 我也有可能 那我一定要想辦法 24小時一個人過生活過 所以我就訓練我自己 過一次婚姻的失敗 我還能夠再愛嗎 媽媽再愛我一次嗎 妳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了 我算晚婚跟晚生 然後我跟我先生是童年 所以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 是我們的 跟情緒穩定度是比較高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春天快離開了 就是我們的年紀已經是在尾巴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 對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要趕快好起來 然後因為我從去年底 已經確定要分的時候 我最長的時間是一週三次 然後三個月都去看諮商 一開始妳也個性很強 妳就想說我要好起來… 越撐就越不容易好 不要撐 突然間那個一個人的脆弱 完全的這個襲擊了妳的全部 後來那個諮商師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摔斷腿要什麼 要輪椅 要拐杖 要看護 讓我們扶持著妳 讓妳的骨頭慢慢癒合吧 來 採提… 應該說現在有一點 不太敢會像以前那種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 把感情真的是放在 非常前面的位置 就是我喜歡我就奮不顧一切 飛而撲火對不對 飛而撲火 所以那時候我婚姻也是把恨 整個人生的堵住信心也堵下去 差不多 所以現在我就不會 就是會覺得說好像那個比重 就不敢再把它看成 這麼這麼重要的事情 對 那是因為可能沒有遇到 真正很愛的人 還沒有那個 還沒有那個思想空間 去做新的準備 我覺得 我才剛一個月我真的 我跟你講 妳不要矯枉過正 像我現在 十五姐也十年過去了老實講 宇文妳跟我比起來算年輕的 妳是新鮮貨 像我就會覺得就是說 我那時候因為 我跟你一樣 妳是囤貨是不是 我那時候也是 我都是那種三秒鐘 我喜歡就是喜歡 可是後來我發現 現在後來離了婚 我反而會把對方的缺點 就是可能第二次我就開始去找 好像大家來找我查一下 比較謹慎 對 然後就變得就是 就是矯枉過正的 然後就覺得這個也不行 那個也不行 但是我要跟你們講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敞開胸懷吧 就好好再去愛一場 對不對 太平 妳一定是有在進行些什麼事情 對啊 什麼意思 妳講的樣子就是有那個要求 然後還講得沒飛瘦 你們就敞開胸懷吧 老娘 對啊 我就是沒有 我就覺得很可惜 是 我現在都快半百了